儘管疫情現在反反復復 經濟的壓力仍然迫使各國 持續走向解封開放 但是歐盟職委會預估 今年歐元區的經濟 將會萎縮百分之八點七 到明年都無法完全反彈 而國際勞工組織就統計 全球第二季流失的工時 相當於四億個全職的工作 防疫限制造成的失業 和缺工問題還會持續下去 而什麼時候可以脫困 還要看防疫措施 能否切實發揮效果 防疫封管將近四個月 巴黎地標羅浮宮 這個禮拜起終於重新開放 展館內拉起導引線控制人流 過去大批人 擠在蒙娜麗莎的微笑前 自拍朝聖場面已不復健 官張坦言閉門期間 損失大約四千萬歐元 折合台幣十三億元的門票收入 當天羅浮宮外 還有近兩百名巴黎島友 舉行快閃抗議 他們不滿外國遊客來不了 生活無以為繼 認為自己也是文化產業的一部分 卻被政府遺忘 旅遊業慘淡只是整體經濟的冰山一角 歐盟執委會這個禮拜表示 疫情將會導致2020年歐元區經濟 微縮百分之八點七 其中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的經濟 將會衰退超過百分之十 明年雖有反彈 仍然難以完全恢復 防疫封鎖也造成了嚴重的缺工問題 北歐芬蘭的草莓園 向來是請烏克蘭季節移工來採收 但今年防疫限制之下只來了三分之一 農民22年來首次透過社群廣告 招募本土老公 來印證的除了學生 退休人士 還有失業的本地人 本地人的速度、體力都不如專業移民工 農場仍然樂意為他們提高一成薪資 不過接下來擔心的是種在森林裡 而非農場上的月居美產季就要到了 歷年仰賴的太勞來不了 怕收成都要泡湯 農業大國西班牙 加泰隆尼亞一望無際的果園等著收成 設施36度高溫下 戴著口罩工作更加辛苦 但卻有不少外籍移工 拖著行李找不到工作 四月疫情高峰期 農民擔心旅遊限制讓夏季收成缺工 因此擴大對外招募 加上先前冰雹傷害影響的收成 都導致人力功過於求 境內四十萬沒有居留權跟許可文件的移民工 流轉在城鎮之間找工作 成為感染跟傳播疫情的隱憂 有地方政府把展覽中心改為移工的連食庇護所 拉大床位距離 密切關注他們的健康情況 就業寒冬持續惡化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指出 今年第二季全球工時比去年底少了百分之十四 相當於流失四億個全職工作 遠高於預期 疫情最吃緊的每週 減少了百分之十八點三的工時損失最多 歐洲 亞太 非洲地區都減少百分之十三左右 至於情況能否儘快改善取決於各國能否有效防堵第二波疫情來襲 防疫封鎖與活絡經濟的兩難持續造成底層痛苦 阿根廷過去四個月經濟微縮了百分之二十六 赤頻率飆高到百分之十六 近六成兒童青少年活在貧窮線以下 然而近日確診人數激增 迫使當局再次封鎖首讀圈直到七月十七號 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指出 目前全球百分之九十三勞工所在的國家 仍然或多或少受到防疫封鎖影響 代表至少短期間無法正常工作 而女性受到的衝擊更甚於男性 像是因為學校停課而必須在家照顧孩子等影響 都可能加劇職場上的兩性扶貧等 影響數十年來努力爭取的平權 記者舒惠中整理報導